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折 要写的宽一点 里面两个 这种点 间距 基本一致 横跨 拖住这个竖画 这个部分的话 要写的宽扁一点 先写中间这个部分 不要写太长 这个棋笔是在撇的中间偏向 弯钩 勾上去 这个棋笔的话 推定这个盾的地方是 对齐这样子不会歪斜 撇 尽量往上面靠 把下面的空间留出来 上面紧一下松 铁齐笔的这个横跨的树笔 要近一点 那笔向右下方伸展 要长一点 突出 左边的要梳 右边要放 向右上方提 这个写的要矮一点 不要太高 笔段一脸 这点的话 再撇的中间偏向 这个形体要不太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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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于这个横一横的间距 这边相等 点 然后稍微靠下 第二点 横笔整距 横笔要细 要短一点 这个右边的话要粗 要长一点 整体的话要长方形 关 将来自然的 Sansaki一横的重颜色 在这边的话 还是一点 对 这是什么 这边的话 粗放在这边 ! 扔在这边 柔靠 之外 端上的跟स faculty合好 将下垂直 Olivier端顶不太粗 向下垂直 Stretching 不要下太粗 很深 玉笔的地方 更深 前面三个横长的即便一致 最后一个横要刷长一点 横间距即便相当 竖划 这个树要短一点 横折 这个树的话相对要长 要粗一点 撇 竖弯钩 向右上方 斜行笔空间留出来 横间距即便相当 这个竖弯钩的话要细 竖弯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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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竖弑架 竖弯钩 竖弯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